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在這裡跟大家更新一個澳門的新聞 在右漢有一個地鋪在今天發生懷疑持刀傷人案 有兩個男人受傷送軟,事發在今天早上11點左右 一名48歲地鋪負責人和60歲本澳男子發生爭執 兩個人糾纏期間有一個人拿著一把20厘米長的水果刀 可能有刺中人 而消防員說到地鋪負責人右手手指尾割傷了 情況穩定但拒絕送軟 而遲到的61歲澳門男人右眼搓傷了 情況穩定 由警員陪同去到山頂醫院 說連澳門都開始大刀匯 最近這一兩個星期 暴力事件多了很多 之前又打人 又在街邊打架 這次又納水果刀 同型的玩法 看來大家都非常之吵 幸好這次兩個人都沒什麼受傷 不然就變了一單血案了 因為有刀嘛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